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女生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是接手完了之后 tue的时候是呼吸 呼吸的时候 我的这个脚掌重量 要从我们的后脚 右脚主力腿 转移到中间的一个重量 所以说转移到中间重量 我们就要衡量了中间重量 说明两个脚都有重心 两个脚都有重心的话 接下来我的这个前面的脚尖 就会由直转 转换到我的脚掌 推到我的脚掌 然后同时做到一个 两个人向里的一个呼吸 OK 同时到向里的一个呼吸 很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点 大家要注意看到啊 就是我在去做这个 前面给手的去的时候 我的这个手是一侧身体 给到石头老师的 我并不是一个正面的 一个横板的一个状态 去给到我的五半 我必须会有一个 一侧的线条 所以说由直往下 我的去拍的时候呢 我仍旧给到的是一个 一侧先往上站 OK 那我一侧先往上站 我不能够只是停留在一侧 并没有转换 对不对 所以我接下来是 一侧继续转换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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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看到了 我会有个继续的转换 大家再看一次 一侧上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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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接下来 男士会给到我一个 继续给我发挥的一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不是直接在中间重心 咔就走了啊 这个时候就直接 整个前面一连串就垮掉了 所以说我要有个继续的一个感觉 那继续的感觉 从哪里来呢 挺住 给住 压住 然后接下来 当男士给我力量的时候 就是给我力量 让我去发挥的时候 我需要去提住我的 大家可以知道 我跳舞的时候 核心可以起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位置 我既然整个核心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我的核心是平面的 对不对 我的核心 现在是在平面的一个位置 我的两个人的重量 我的两个脚的重量 不是两个人啊 两个脚的重量 是在中间的位置 接下来 我需要继续去提我的核心 提他 对 然后提他的时候 我会有个什么位置 什么内容呢 我会让我的前 推脚 找到脚趾 并且提我的核心 收回来我的左腿 OK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产生一个 大概 对 我会有个还原中间 准备预备出腿的位置 OK 好的 那这是我们女士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男生和女生 在准备走之前 都要有自己一侧身体的位置 这个是我们的准备位置 OK 我们在去的时候 我们一起吸气 让我们的气息 达到一个共鸣 一起去向上 我们注意看 我和姚光老师的脊椎和手臂位置 看 4 1 and 去 ok 我们去的时候 这个位置 我们通过地板 一起向上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两个人的脊椎 和我们的垂直线 是在里面的 并且通过我们的手臂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我们两个人的手臂 和气息 是在里面 现在我们的气 在上面 OK 我们在吐气的时候 一定要借用我们的主力腿 还是用我们的主力腿的吐气 让我们两个人的脊椎 看着有一个推出去的变化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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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 吐气 首先我们再去回顾一下 我们要先到达吸气以后的位置 也就是说 我们和自己的舞伴已经在上面了 然后下一步的节奏 3的时候 要把这口气吐出去 通过我们后背的肩胛骨的连接 去推动对方骨盆转动 把我们的脚骨收回来 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个步子的时候 都在吐气的范围内 我单独给你们做一次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旁边 把从侧面的效果 4 1 and 2 然后 3 4 再到达 这个 OK 再看一次 and 2 3 and 4 1 OK 我们再去做下一个步子的重力转换之前 就已经在吐气的这个范围内了 我们要跟老师从头再来一次 接下一个步子的轴转转的转换